在香港拍拖 拖、男、絕、一、街都是 甚至有人 伊朗人遵守伊斯蘭教法 男女受受不親 在街上拖手 除非你們是夫妻 想打球式女生 抱歉 男女是不可以一起打球的 但現實中又是否真的這麼嚴格呢 我們是伊斯蘭的這個SOFA PARP Hi Hello 衝上來 要打球嗎 Yes 可以玩嗎 你想玩嗎 Yes You should Why not Why not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他們拿球打然後吵架 Can girls play football with boys In Iran You can play with boys When they have to communicate For example They have a wife and husband They have a brother and sister They can The uncle 雖然也有輸了一年 但是他也很難打 可能你會說 嘩 我都不打球 等地鐵你打了吧 嘩 坐地鐵也有規矩 我們現在在德克蘭的其中一個地鐵站 準備坐第一次地鐵 他們地鐵的車廂其實是頭向 即是頭向兩架車都是專為女生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Women Only 因為宗教或者文化的關係 女性專用車廂在其他國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反而伊朗 一個看似保守的伊斯蘭教國家 只是用欄杆和膠板去分隔開女性專用車廂 基本上在隔離車廂可以看到裡面一清二楚 我們在車廂 我覺得車廂的人真的很愛情 不論男還是女 剛才一個都主要跟我們經常 歡迎 歡迎 謝謝 謝謝 我們在這裡兜售一些東西 但其實不只是女生 也會有男生可以進來兜售 其實如果女生有男士同行的話 也可以進一般的車廂 很多時伊朗的男士還會讓個角落頭位給女生站 除了地鐵的女性車廂之外 其他地方例如機場安檢和清真寺 都是會把男女分開的地方 進入這個光明王之墓 是要穿著 坐著 從頭蓋到腳 拿著全身都蓋著才能進去 光明王之墓 旁邊就會有一些 聰明的嬸嬸 聰明的嬸嬸在做生意 嗨 嗨 嗨 這裡除了是一個清真寺 亦都是宗教領袖的靈墓 不單止信徒會來做禮拜 還有很多遊客來參觀 因為禮拜電的天花板到長身 是由幾百萬塊鏡片砌成 實在美得太浮誇 太震撼了 只不過這裡始終是一個神職的地方 拍攝的限制就比較多 大部份清真寺裡面的禮拜電 都是會分開男和女 而且有些清真寺的男禮拜電 會比女生大一點 這裡的夜晚 真的挺漂亮 爸爸說早上會有很多人 大家夜晚黑 職人少少令人感慨沒力 雖然在伊朗社會 男女規範很明顯 同性之間可以擁抱和貼面禮 但異性只可以握手 甚至連握手都不行 但見面時都不用那麼緊張 只要不要有太親密的接觸 尊重當地文化 正常交談 你想搭散 他們都不會請你吃檸檬